近日 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死亡病例数量上升 全国疫情升级 意大利医院专家紧急向身处于疫情前沿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专家发来咨询邮件 3月4号晚间 武汉同济医院新内科主任汪道文 新内科副教授周宁 感染科教授韩梅芳通过远程视频 第一时间向意大利米兰的尼光尔达医院专家们介绍了中国武汉防控新冠病毒的经验 要检测到社区 检测到家庭的每一个人 要检测到你究竟发烧不发烧 究竟有没有问题 有一点问题就把你拉去给做射体 因为不光是你一个人 你这个人可能就涉及了一群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对的 那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呢 才能够来防控好 在两国专家的交流中 汪道文还特别向意大利的专家们强调了医护人员防护的问题 我们普通病房就把空调关掉 空气就不交流 就减少传播 我说我们这样做是有效的 怎么这么有效的 自从做了这之后 我们的工作区和病人区是隔离开的 中医院有三个门 然后每个门都洗手 我说这个工作非常好 工作非常好 自从那个之后 我们的医务人员就没有被感染 汪道文表示 新冠肺炎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因此防控救治经验一定要共享 他说 拿出目前已积累的经验跟国际同行交流 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样一个疾病 空气传播 空气当中 结束就传播了 结束我们就结束 十有日就传播了 这样的疾病不可能是 一定是全人类的问题 这种知识可以共享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1 2 3 3 2 2 4 4 5